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要 我們現在打魔神戰齁 那已經來到第三階段了 一樣先帶大家用鬼滅之刃的一趴大獎 炭治郎來通關 龍科幫我帶自己的武裝 那也建議大家突破啦 如果沒有潘朵拉的話就帶水巫 或者水巫靈波靈 因為這一關有回復顛倒齁 好來 接著這邊第一關齁 我們現在場上卡水 呃...好 其實沒關係啦 我們就先一回合給他齁 你如果場上沒有卡水的話 你是可以直接去帶走 沒關係 阿是因為我這邊卡水 所以我要 好 多拖一回合 好 因為炭治郎沒有消到水 那個傷害真的還蠻可撥的 我相信大家都已經知道了齁 好 那這邊有水之後就不用太擔心啦 我們去轉一個全體齁 只要其中一種珠子有轉到全體就好了 好 那有轉到基本上就直接帶走囉 OK 來 接著第二關是首消指定七康 那這邊我們就把炭治郎開下去 好 直接去無視他的固定連擊 好 來 這邊就直接帶走 好 接著第三關 有發現為什麼一直不開小豆子嗎 因為這邊有副消重置齁 來 這邊把小豆子開下去 來 接著這個19顆版本齁 我們需要去做一件事情 我們去把新珠弄到至少5顆 這樣子等一下會比較好轉一些些 就直接去做這個動作就好 把一些雜珠削一削 因為這一條血相當討厭 它是什麼 三屬同等盾 然後還要轉到19顆 就非常的不討喜 好啦 這邊 我跟你講 新珠沒有弄到也沒有關係啦 我們直接把 迷豆子開下去 好 那迷豆子開下去之後 我們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讓三屬去同等 好 那這邊的話 我們就直接把水 直接這樣子黏在一起 來 50 15 然後最後消這個 19 OK 好啦 這樣子就好了 這樣子也是可以啦 只是你combo可能就會比較少 好啦 如果 你看我做這個步驟 你好像覺得很複雜 其實不用太擔心 因為 你大豆子開下去轉珠還有加秒 好啦 接著這邊就去轉武康 那轉武康的同時 記得把那個 加護符石留下來 1 2 3 4 5 好 結果轉到6 對不起 因為現在是大豆子的效果還在啦 版面有點太好了 好 這邊我們就去轉武吧 轉武直行 這樣總不會miss了吧 好 這樣子 1 2 3 4 5 OK 好 他要消不同珠子 所以我剛是消到兩組 新珠 兩組水珠啦 這邊就再一次 反正你去轉到武康就不會死掉 剛剛因為豆子的效果還在 所以你要消到五種不一樣 可能會有點困難 這樣 武康 好 那這樣子就解掉了 OK 這邊直接帶走 好來 接著就是 手消多種減傷 這邊把一消打開 然後空轉就好 就讓他至少 不要減到百分之百啦 這樣是比較安全的做法 好來 這邊也直接灌走 好 接著第六關 第五關 第五關 對不起 第五關這邊就是回復顛倒的所在地 好 那這邊的話是兩回合內 回復會歸零 所以你要記得 至少兩回合去把這個東西清掉 這樣才會比較安全 好 那我們先花一回合來清 啊 豆子開下去 這樣版面會比較好清 哈 沒有 他落轉無效 好 那這邊豆子就不一定要開了 先花一回合去把版面整理的乾淨一點點 好 好 OK 好 來 接著呢 我們就一樣 把一消打開 那一消打開之後就一樣 就是水火盡量去區隔開來就好了 好 這邊就直接灌過去 OK 接著是王一的部分 那王一這邊一樣啦 就是不要去手消到光珠就好了 這個前面幾階段基本上都是一樣的 好 炭治郎有無視燃燒 所以你直接去嚕那一隻行不會怎麼樣 這邊請安心 所以就是稍微去疊一下就好囉 好 用水來疊好了 這個也可以 好 阿沒有帶走沒關係 就等豆子跳再把他打開 豆子的機動性真的很高 尤其是在這次魔神戰 一堆不能消光消暗的 豆子就很好用了 好 來 接著這邊拼圖 我們把炭治郎開下去 然後再把變身開下去 那這邊最好也把一消再補下去 因為他是凍結盾 我們這邊沒有要凍結他 所以只能把傷害 吹到最大 那這邊也有一個不能手消光 但是基本上炭治郎開下去 場上是完全不會有光的狀態 這一點倒可以放心 那我們最後就是靠著炭治郎這一個 大爆發壓過去 好 這邊是鬼滅之刃通關的劇本 來給各位做參考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一部影片見 白撲